医生医生有人晕倒了快来啊 大爷您好点没 谢谢李娅小姑娘 没事 那个医药费啊我都帮您交了 糟了爷爷我得先走了 我还有点事 林总我们接下来的合作对象 就是好大胆心 嗯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 哎呦这不是丽夏吗 佩佩 想当年你在学校处处压我一头 怎么现在混成这样子了 面试官您好 我叫丽夏是来应聘的 简历都不带你应的呢 人主屁啊 不过没关系 看在我们是老同学的份上 只要你把这杯咖啡吞销出去 我就应聘你 你 这杯茶我买了 大爷是您啊 你的简历挪我这吧 原来那您那了 没打算挪用它就算了 干嘛还要围乱它 你一个老头年纪这么大 都管什么行事 我也是来应聘的 不过我现在想想 这个公司不来也罢 等等 你们都被录用了 这里面呢都是史强集团的产品资料 主管为了锻炼给了你一个S级的项目 好好加油啊 嗯 主管 这种S级项目怎么给那个新来的丽夏做呀 他要是成功了 那我们风头不就被抢光了吗 实习商是没有这项目的权利 做好了我也可以坐下其成 做不好 他就是我的屁罪娘 早上好呀林爷爷 你在这做了一个晚上的方案呢 这不是今天要和史强集团谈合作吗 我想再完善一下咱们的方案 结果没想到弄了一晚上 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健康才是奋斗的本钱 你看你头发都在抗议了 放心吧林爷爷 我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 不错 这次要是和史强集团合作成功了 奖励你五万 谢谢董事长 这次的项目明明就是我做的 你一个刚来的实习生 谁会相信这S级的项目是你做的 你 那我说话有没有人信呢 你一个老头 不会真的以为换了一身西装 就可以装大了 怎么和林总说话的 林总可是林氏集团的总裁 就连这次S级的项目 也是和林总旗下的史强集团合作的 林总 您是林总 我对你们公司给的方案很满意 但是对你公司管理员工的方式很失望 林总您误会了 我们公司一直秉住公开透明的态度 对待每一位员工 像那种以权谋私公报私仇的员工 我们绝不鼓起 董事长 爷 被开除了 现在我任命你为新的主管 这次的项目将由你全权服务